院长刘正宏的弟弟刘正池 涉嫌在阳明山窃占国土盖刑管 1月底被以窃占等罪嫌起诉 今天首度开庭 包含刘正池等八名的被告全部出庭 检察官还准备了同影片 当庭帮他们上了一堂国家公园保护法的课 并且指证丽丽 说了这一点那一点是犯罪的事实 但是被告通通不认罪 刘正司法 谢谢 医生卡其勒 刘正池西装的一品初级 市领地院针对窃占国土案首度召开准备题 包含刘正池 刘正池的妹妹和两个女儿 以及洋管处三名承办人和货柜厂商 一共八名被告通通出庭 提讯一开始 检察官特别自制简报 告诉大家何谓国家公园保护法 帮刘正池上了一课 并点出犯罪事实 洋管处涉嫌图利刘正池 包庇他们新建七七行管 还有厂商提供货柜 供刘正池放置地下密室 尽管检察官指证历历 但刘正池却辩称还没越完卷 希望另改停旗 至于其他七名被告都不认罪 江明山七七行管遭强拆土地 也将被国产署追讨 当初买地的四千万 也因涉嫌不法不会返还 刘正池地裁两师 还得面临窃占等七项最嫌 合并最高三十年有期出行 记得旅游升温赛 S小组台北前播到